那一年 迪迦为了保护地球 和加坦杰恶正面硬刚 打斗过程中 迪迦被光贯穿身体 变成石像 沉入大海 眼看城市就要被怪兽摧毁 但孩子们心中的光 激活了迪迦的最强形态 促使迪迦终结了加坦杰恶 战后 迪迦的神光棒消失 人间体大骨 再也不能变身成为迪迦 世间 再也没了奥特曼的身影 迪迦消失两年后 居监会跟随一支考察队 来到了鲁鲁耶遗迹 此次前来 不只是为了考察当年的战场 更是带着神秘任务 一些人走过黑暗的走廊 来到了一座石门前 石门上写满了超古代文字 门旁边的石像里 似乎封印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指挥官当即下令炸开石门 居监会看着上面的文字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想阻止大家不要炸开石门 指挥官根本不听 伴随着一声巨响 石门被炸开 以免赫然出现了 三具奥特曼石像 指挥官立即下令 搬走石像 居监会再次上前阻拦 他说应该把这些 和遗迹一起炸掉 指挥官却说 石像让我拿回去做研究 结合我们的智慧与科技 一定可以在这个 没有奥特曼的年代 拥有不次于奥特曼的力量 此时 在指挥官身后 石像已经慢慢苏醒 黑暗巨人达拉姆苏醒后 随手抓起一个队员 将其摔死 蓝巨人希特拉 搬起大石头 朝人群砸去 女巨人卡米拉 召唤出大型怪鸟 飞向人群 考察队很快就全军覆没 巨监会也晕了过去 突然 她的身边出现了 地球守护者幽怜 幽怜张开双手 在一记上空 射下屏障 阻止黑暗的力量 朝人间扩散 而此时的大谷 正在和女友一起约会 突然看到 一个黑衣女人 潜浮在水池上空 这个女人 正是女巨人 卡米拉的人间体 她召唤怪鸟 刺穿了大楼 人们四处逃散 混乱中 大谷和女友依娜走散 看着被摧残的城市 大谷感到特别无力 因为她已经不能变身 成为迪迦 保护人类 突然 出现了一只 黑色神光棒 她没时间犹豫 举起右手 耀眼的光芒闪过 迪迦回来了 但下一秒 她变成了 浑身充满邪恶力量的迪迦 看着废墟中的一对母女 她竟然一拳砸了下去 下一秒 大谷猛然惊醒 又是幻觉 那对母女 正坐在对面 吃着零食 城市也并未受到袭击 但梦中 迪迦变成了黑色 大谷放心不下 她来到资料室 看到了一段 超远古时代的影像 三千万年前 地球上 生活着很多巨人 后来 巨人们爆发了内战 战斗 摧毁了所有的一切 最终 黑暗迪迦 带着女友卡米拉 和小弟达拉姆 希拉特 四个巨人活了下来 后来 迪迦在幽怜的劝说下 弃暗投明 成为了光之巨人 但她不忍心消灭 自己的爱人卡米拉 于是就把三位战友 封印在了遗迹里 三千万年过去了 如今 几个人带着滔天怨念 想要用黑暗 重新笼罩地球 卡米拉拿出一只 黑色神光棒 递给大谷 她让大谷 召唤出黑暗迪迦 重新合在一起 统领人间 但大谷心中 坚信着光明 本着这样的信念 她紧紧抓住了神光棒 画面一转 刚刚又是幻觉 但大谷的手里 赫然出现了 那只黑色神光棒 昏迷中的大谷 看到了那处遗迹 下面 全都是巨人 缠睡的石像 可见那一战 到底有多惨烈 游连再次出现 她告诉大谷 她把遗迹封印了一百年 但如果大谷 使用了黑色神光棒 封印将会瞬间被冲破 如今 她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 彻底忘了这件事 要么 和三大黑暗巨人 正面对决 如果赢了 光明照耀大帝 如果输了 黑暗将会笼罩大帝 大谷选择 和黑暗巨人正面对决 醒来后 大谷穿上了战衣 来到了鲁鲁叶遗迹 黑暗巨人们 早已在这里等候 大谷拿出神光棒 开始了变身 遗迹上空的封印 瞬间消失 整个地球都被黑暗笼罩 黑暗迪迦 再度登场 迪迦 率先和达拉姆 开始了对战 达拉姆把迪迦 拖进了海中海 初始变身 成为黑暗迪迦的大谷 并没有完全掌握 黑暗的力量 被达拉姆打得连连败退 达拉姆蓄立大招 想要灭了迪迦 可当能量打到迪迦身上 迪迦不仅毫发无损 还把黑暗力量转化成了光 变成了更强的龙卷形态 只见迪迦双手聚光 发出光波 击杀了达拉姆 第二个巨人对手 希特拉 他有着惊人的速度和反应力 他把迪迦带到了 他的专属领域 迷幻空间 在这里 迪迦被打得节节败退 而这时 在空间外的居间会 拿到了炸弹遥控器 按下了按钮 在巨大的爆炸中 希特拉和迪迦 从空间掉落 希特拉对迪迦 发出了绝招致命光波 但吃了绝招的迪迦 不对反击 再次把这股黑暗力量 转化成了光 这一次 他体内所有的黑暗都消失了 再次强化了暴力形态 使出了一道光波 终结了希特拉 现在到了 解决爱恨情绪的时刻了 最后一位巨人 卡米拉登场了 卡米拉抽出鞭子 一边一边的打在迪迦身上 看来 三千万年前 两人一定爱得火热 卡米拉质问迪迦 为什么要背叛她 她明明为迪迦付出了这么多 说话间 卡米拉手上的鞭 变成了光剑 刺向了迪迦 迪迦身受重伤 突然 迪迦的女友伊娜 驾驶战机赶来 这让卡米拉气不打一处来 她把鞭子挥向伊娜 就被受了重伤的迪迦挡下 看着曾经 深爱的迪迦 如今 拼命保护另外一个女人 卡米拉彻底愤怒了 她张开双手 无数黑暗力量汇聚而来 天空中 瑶牙兽脸 渐渐浮现 卡米拉展现出了 最终形态 迪迷迦 迪迷迦朝迪迦发出光柱 迪迦发射光波 进行回击 但这一次 她却输了 迪迦倒在地上 彻底没了光芒 难道 就这么结束了 当然不是 突然 四周的石像 发出了无数的光芒 一道道光柱 汇集到迪迦体内 迪迦 也来到了自己的最终形态 闪耀迪迪迦 她冲到迪迷迦体内 光芒绽放 迪迷迷迦化成了灰烬 而鹿鹿一记 也因为这次爆炸 再次沉入了海底 这世间 光明和黑暗 都从未消失 但我们应该向光而生